哈喽哈喽,大家好,我是河家河花的河,这就是小河当,怎么选择,私教,价格是多少,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两句话,能够说的清楚的,还是录个视频说是我的经验吧,没有什么系统,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,先说价格,每家都不一样,就天价来说,便宜的两百多块钱,贵的有四五百块钱的,健身房普遍三百多,工作室普遍两百多,因为健身房也会抽走一部分,而工作室大多是健身爱好者,量的几年,自己或者有合伙开的, 一方面做私教可以赚钱,一方面省下的,其实健身房的钱,这就和很多普通健身爱好者,比如我一样,练了一段时间就想自己来到一个家庭健身房,所以价格普遍便宜,对了,现在还有那种包月的,就是几千块钱可以无限区,我是觉得不靠谱的,就像淑妃借不能读一样,越是这样的制度,拖延症越频繁吧,而且真的很多人办卡的话,课程质量也不能保证,买的课程肯定是越多越便宜,但是对于入门者来说, 不建议多买课,买8到12节课感受一下,一方面看看教练靠不靠,一方面也看看自己有没有继续持续下去的想法,也有一定的抗风险作用,刚才说的价格是1克10的价格,这个1克10不一定就是一个小时, 据我练力量来说,一般是运动前的热身激活,三至四组动作,偶尔做一下体能,再就是运动后的拉伸放松,基本都会超过一个小时,因为动作总会出错啊,纠正动作,重复做就会当很多时间,至于说动作很到位,没有问题的情况,那还找私教干嘛, 健身房还是工作室我觉得不太重要,还是教练最重要,至于选择教练,首先搜索你家附近的健身房和工作室,问一下有没有体验课,很多都可以免费上一次体验课,需要收费的话也不会几十块钱,上个体验课就看自己的感受和观察了,或选择正绩医生差不多, 就是一看人品,有没有耐心负负责任,有没有先出手迹象,二看专业程度,举几个例子给大家排雷吧,第一不管说什么,都立马直接的否定你,不断的打击你的这种教练,比如说我前一阵交流过一个教练,嗯,贵的我可能会发这个视频,你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,就是我和他交通,我见关节受过伤,然后我改良了一下这个动作,自己发明了一个动作,他不假思索的就否决了我的这个想法, 告诉我这个动作不可以,这个动作怎么怎么样,后来我问他,你短练多长时间,他告诉我一年了,我短练的时间比你长得多了,然后把这个动作和我认为比较专业的教练说了一下,专业认识是怎么样了呢,做这个动作感受一下,然后再思考一下解剖结构,然后思考中n一下,因为本来就是我自己想的动作,他也要体会一下发力情况或者解剖结构才能下结论吧,立即就否定了,大概就是消购套路啊,不断的否定, 令你打击你的自信心,让你觉得他很专业,然后就在他那里办卡了,第二,很多私交就是销售,特别是很多健身房的私交,所以可以问他一些常识性问题,比如30M,80M,20M,都有什么区别,或者问一下小元机有什么作用,当然这个需要自己提前做一下准备,第三,在他们的介绍中普遍都会有一个从业年数,这个数据我觉得普遍减上一到两年是比较真实的数据,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从业年数,这个数据我觉得普遍减上一到两年是比较真实的数据, 可能刚刚接触健身,他自己就是个小白,他就可以说我从事健身私交工作已经一年了,然后就不断的在这个数据上进行累加,第四,能理解我的意图,而不是改变我的意图,但是在我的理解偏差的时候,也能够给我摆清不同的方案,让我来做选择,举个例子,我健身的目的就是加强力量, 但是总会碰到有健身教练告诉我,你的臀部不够饱满,你要多练一下臀,我本身对于减脂,塑形,这些都统统没有兴趣,所以如果他说你可以多练臀,把臀部力量练上去,这样会对身体有哪些哪些方面的好处,我可能就会接受了,但是如果单纯的说你的臀部不够饱满,我觉得这个明显说明他不够理解我的意图,而只是劝说我去接受他的想法, 还有就是我作为健身小白的时候,我以为练习力量就是把手臂的力量练足,所以只要练习二头就可以了,但是我的教练告诉我,不是这样的,上肢的力量不只是练手臂,还有肩,胸,背的力量,让我选择,当然他也可以只带着我练二头,或者跟着他系统的练习,胸,肩,背,一下子让我开窍的感觉。 第五就是要有针对性,比如肩推的动作,直白来讲就是坐直的往上推,但是这个样子是不适合二型肩峰和三型肩峰的人,二型肩峰三型肩峰的人需要有一个角度,这个就看教练能不能发现你体态本身的问题,然后根据你的问题去进行针对性的改造了。 第六,实际体验中不能光打嘴抛,管做什么都会说,这就是个体验课,等你正式成为我们的会员,我就会教你怎么怎么样了,等你成为我们的会员,我就会带你怎么怎么做了,这样的疑虑pass,我认为他根本就不懂。 好了,这些就是我遇到过的问题,这些问题都排除了,就看教练的人品了,比如你做错的动作,会不会纠正你,有的教练就是那种鼓励型的教练,不管你做的怎么样,他都会说,嗯,好,非常好,做的非常好,非常棒。 我不需要鼓励,我认为我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,我不需要鼓励,我找私教就是希望他能够帮我纠正我做动作的一些问题,这个时候又想到一点就是理念问题,有的教练认为动作完成的就是可以了,不管你的动作标不标准,只要你的动作能够完成就可以,但是有的教练,或者说比如我,我就认为动作一定要标准,能够锻炼到目标机群。 尽量减少代偿才是好的,所以要找一个和自己理念一样的教练。 还有就是在你多次做错的时候,教练还有没有耐心持续地纠正你的问题,比如我在第一次做硬拉的时候,我就始终体会不到什么是腰背挺直,教练就不断地纠正,不断地纠正,不断地纠正,大概纠正了十几次吧,我才基本能够体会到腰背挺直的概念。 最后给个小建议吧,我觉得锻炼的时候,把锻炼过程录下来是个不错的想法,我做深蹲的时候肉眼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所有人都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,但是如果录下来以后再看,就会发现我是会先向左偏一点,再回正这种状态,于是我才发现了我的强药机有问题。 所以我觉得录像真的很好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,如果再想到什么,继续分享,喜欢给我点个赞哦,拜拜!